好了,今次這條題目問那個同學給我的截圖實在太噁心了 所以我就重新再畫過 這裏AB和DE都是直徑來的 BC是一條Tangent 而我們的目標就是要找角BED,也就是這隻角 比速的條件還有這個只是58度 除此意外都沒什麼 首先因為AB是直徑的緣故 角AEB就會是一隻90度角 這邊90度代表這邊也是90度 所以很容易就找到角CBE 用一個簡單的Angle Sum of Triangle 就會計到X是32度 也就是這裡 根據Angles at Alternate Segment 就可以知道這隻32度,這隻都是32度 不過因為目標我們想計紅色的這一隻 這隻32度就好像跟它接近一些 所以似乎這裡就會有用一些 看回這裡,DE是一條直徑來的 所以角DBE就會是90度 然後看回這個三角形的時候 然後32度和90度已經有了 所以剩下的角BED就會是58度 一模一樣的 原因是32度加58度 再加90度會等於180度 所以這隻角一定會是58度 只需要在原先題目那裡選擇58度這個Choice 那就搞定了